欧月 要不生气啊 话题从哪开始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吧 离婚也挺普遍的这个事 男女离婚无非就三个事 一个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合 然后引起夫妻关系不合 打离婚的性格不合 第二个 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出轨 但是出轨的这个原因 概率要大一些 因为我身边看过太多的那个 因为出轨的这个事离婚的 我一个朋友好多年前 就是因为老公出轨了 然后呢 俩人离婚 那时候孩子还特别小的 上幼儿园 然后呢 就离婚 离婚了呢 没一年肯定又复合了 没一年半年的 一年半载 两人又复合了 然后现在一直过 过的啥日子呢 冒合神里 毕竟说破禁难重圆 是吧 破禁重圆 他始终也是有裂痕嘛 我有时候碰着他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俩现在咋样啊 就那样呗 他说 你说实话吧 每天看他他都烦 就老想找他查 一想起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就想 恨不得就给他 垂死他那种 其实像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啊 他其实是人品特别好的一个人 可以说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少见的一种人品 对人啊 做事啊都特别实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老公还是该出轨的时候就出轨 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夫妻间的事情也说太清楚 可能觉得他不够漂亮 不够有趣 不像别女的 是不是 会点风花雪月的事 现在这个时代出轨太普遍了 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般听到的都是男人出轨 是吧 女人是被害的那个角色 那我们今天可以讲讲那个女人出轨 男人戴绿帽的事 其实男女两性呢 女的想出轨 其实比男人容易 因为男人本身就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老话不是说了吗 男追女隔成三 女追男隔成三 这个老话说的就是有道理的 啥叫出轨呢 出轨就是说 假设婚姻有一个轨道 是一个正常的轨道 笔直到往前 一直两个人往前走 其中一个人呢 他总是想开小差 离开轨道 硬辟蹊径 所以这种就叫出轨 还有一种夫妻是什么关系呢 是两个人双双出轨 恨不得 比如说好多明星里面 可能就有这种夫妻 因为明星之前 他们的家庭有许多利益关系 对吧 联系着 他离婚 他不是那么轻易的 能离的 比如说圈里面就某队挺出名的夫妻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两人必须维系婚姻关系 但是呢 同时要给双方自由 所以呢 他们就履行那种开放式的婚姻 学外国人 南方甚至还说 他说 我们夫妻感情好 如果真有哪个男人让他快乐呢 我还挺替他高兴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女性 为啥容易出轨呢 因为是几千年来的地质社会 封建社会 女人的精神和肉体 是一直被压迫的状态 男人出轨特别方便 外面的女人 都可以发生 男人出轨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看惯了 因为男人 他本身给人的认知 就是没有定性的嘛 那为啥女的出轨 就引人注目呢 因为女人出轨 这个现象是反传统的 不符合社会人 不符合社会 对女人那个 贤其良物的设定 于是呢 现在的社会 所以呢 现在的社会呢 稍稍有一点开放的时候 有一些先进的思想 进来的时候 那女人就感到心理不平衡了 是吧 女人的自我存在感 就苏醒了 比如说还有个事 有一个有钱的老板 他本身 他自己是有家庭的 有老婆孩子的 但是呢 他被一个年轻女孩 迷住了 他就包养了这个女孩 他这个就是 老房子着火 没法救 然后两个人呢 住在一块 住来住去 两个人住一块 也挺好 但是他也 他经常回来就发现呢 一个问题 一个致命的问题 快把他气死了 啥问题呢 这个女孩呢 虽然年轻 但是他老辈子 这个老男人呢 他出轨 他跟别的年轻男孩在一起 所以呢 他抓着一个机会就问 他就问这个女孩 就质问他 这个女孩他也很委屈啊 他说 哎呀 其实我也很爱你啊 但是你主要是 你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剩下的时间 我特别无聊 我人特别容易孤独 我也没什么朋友 所以呢 你不在家的时候 我咋办呢 你回你老婆那边 我咋办呢 我就想找一个朋友 打发时间而已 结果你看这个男的 他也不是傻子是吧 他既然别人做生意 做的这么有钱 别人伤着嘛 肯定很金的 他不是傻子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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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干 他就要 他就要跟这女的断 这女的他还 还不肯断 他还跟他道歉 跟这个男的道歉 你说要是换了别的女孩 要被抓包了 抓到出轨 赶走就赶走了 找他搞点钱 走了就走了 这女孩不走 就不走 不停的道歉 就不走 这男的心软 没办法 又妥协了 因为这个女孩 在外面 他找的小男孩 根本就没有办法 满足他现在的 这个生活状态 这个老男人 他有钱呀 年轻男孩 他没钱呀 没钱怎么维持 这个生活水平呢 然后女孩 现在都是享受惯了的 是吧 现在在外面工作 打个工 看人脸色 钱真的又少 多难呢 租房子 是不是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完了呢 这女孩就劈了啪啦 一顿道歉 这个老男人呢 心于软 他确实也是 非常喜欢这种 年轻的女孩 他迷恋这种女孩 他也从心里来说 他也舍不得干掉 最后他就想了个办法 他就跟着女孩说 你一次一次的回来 说明你还是离不开我的 你离开我 你也是活不了的 所以我们俩呢 又想维系这个关系 怎么办呢 我们还不如 签一个包养协议 我一个月固定的 给你多少钱 你只提供给我服务就行了 只给我提供服务就行了 但是呢 我有个要求 是不能出轨 必须按这个协议来办 我们这个关系呢 就像道义有道 是吧 在这个道理 你叫遵循我的规则 因为我出钱呀 虽然我确实是 不能跟你结婚 但是你吃我的呀 穿我的 住我的 我养你 虽然说是这个叫包养你啊 但是呢 你要安分你这个本分 是不是 你拿了钱 你就要办事 如果你经济是独立的 我那我管不着 你有钱 是吧 不靠我 那我管不着 但是既然我包养你 你就要把他当工作 合同期间 你就不能在外面乱来 你就像在公司 违反公司规则一样的 要不然我就要扣你工资 可是刚过了一晚上 睡醒了以后 这男的新的问题又来了 这男的就想 既然是工作 那这个女的会不会上班摸鱼啊 下班又去自娱自乐呢 这可是这是 这是人之长期的一个职场心理啊 他拿着在我这挣的钱 去找个小帅哥 那我还是人才两孔啊 所以他签的这个呢 其实根本就不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啥 还有一个就是别人讲的 有人去按摩是吧 按摩呢 按摩那个房间都是隔的板房那样 隔的板 也不是隔的板房吗 就是房间那个墙壁比较薄啊 不怎么隔音 他就按摩呢 他每天他隔壁的那个房间固定的啊 老有一个女的咯咯咯咯咯笑 然后呢 那个给他按摩的这个人 就跟他讲 他说是隔壁的那个女人 大概二十七八岁 反正声音听的也很年轻 然后呢 他总是找一个小年轻的男孩来给他按摩 反正挺高兴按的 然后这个女孩好像特别有钱 每回给的小费还特别特别多 他天天来按天天来又按 你说他是 你说他是按摩呢 还是来找快乐呢 我想他肯定是身体 根本就没啥病 就是精神空虚 可能就是那种被别人包养的女孩 然后呢 拿钱出来消遣 然后让精神上得到一点满足 还有一个就是别人说那种 经常有富婆去出入那种娱乐场所是吧 然后他啥也不干 他啥也不干 他就是拿钱 叫小帅哥 替他揉肚皮 揉肚子 其实这都是那种 找一种精神满足的这种状态 不是生理上的 男的和女的有一个啥区别呢 就是说 男的如果老婆出轨 他戴了绿帽以后 他其实是对 他老婆出轨的那个对象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甚至他也不想知道那个对方是谁 但是女的不同 女的如果抓住老公出轨了 他是一定要知道对方是谁的 甚至他还想跟这个女的去谈一谈 或者打一架 去夜个价啥的 其实这种心理 因为我是女的 我可能有点也挺理解的 虽然我没经历过这个事 这种心理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现在的状态 是不是自己变老了 像我们这人到中年了 变丑了 他跟谁在搞外遇啊 就算死要死个明白了 就算搞挽回不了局面 我跟他打一架也行啊 他打一架 他跟那个女的撕扯 扯头发啥的 其实是他本能的情感先宣泄 一定就是 他要把这个负能量的情绪 他给宣泄出来 他就舒服了 还有现在就是 时代 时代变了 观念也转变了 包括你现在看电视剧 据说去编那个特别有名的汪海林 那个编剧说 他说 你现在去看 那些偶像去全都是那种 奶油小鲜肉演的 没什么演技啊 就一个脸蛋 一个年轻 一个荷尔蒙 真的撑着整部剧 但是那个买那些片子的人呢 全都是这些富婆 有钱的老女人 现在是不以为耻 烦以为荣 只要有钱 就是大爷 你说这个社会是 钱进了还是倒退了 这观念 是不是进展的也太快了 所以这个 你现在你不接受 这个观念 就说明你是落伍了 你落伍了 你变土气了 你的思想观念太守旧了 还有现在好多女孩啊 大多数都是那个独生子女 像我姑娘他们这一辈 都是独生子女 人家才不会像以前的妇女 包括我都是这样的 我不会为你一个男人 去奉献忍受 现在女孩 那我们那时候 还有个真操概念 像我那个年代 我们这一辈 现在小孩 我估计都没有 我姑娘他们这下一辈 都没有什么 什么替你来守真操 凭什么呀 观念完全跟我们都不一样了 然后你看 现在有一个 几年前是有一个那个电视剧 不是叫微微一笑 很心诚啊 他里头就是那个字 我就不说了那个人啊 他那个女主呢 他就跟男主说 有一个镜头是 他说假如我真的红杏出墙 你难道不介意吗 难道说 你这个红杏往外伸一尺 那我的这个墙呢 就往外挪一张 说这是啥意思呢 就说我满足不了你 但是我愿意给你更大的空间 现在不是男男多女少吗 谈个女朋友容易吗 我知道这个编剧表达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女的真的想出轨 他只是说想试探一下自己啊 在男人的心里的那个位置啊 重不重要 所以我认为女人出轨 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想尝试 精神上的愉悦 情感上的抚摸和安抚 男人 男人是纯属出轨 不管有没有感情 他他都想出轨 想身体上的满足 男人是这样的 这是本质的区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